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3号了 其实5月2号刚过12点 今天来了鞋也录一下 本来今天去买表了 买完表之后我就说算了 但是有这鞋也录一下 好吧 这鞋来了之后 给大家看一看这鞋还不错 比我想象的其实倒是叫好玩一些 这鞋最近在大陆特别火 还上了李佳琪的直播间 当然引起了一些试飞 好像是李佳琪直播间 本来说的卖三厂 每一厂500双 结果头两厂好像都卖光了 然后第三厂到最后没有鞋了 有人就在那说 说你没有鞋了 你在搞什么 这个鞋是什么 这是谁 是F4里边有叫吴建豪 他自己好像创立了这么一个品牌 然后什么牌子就叫吴建豪 我也不知道 没搞清楚 我主要是刷小红书 看小红书上特别火 然后在国内特别火 李佳琪 李佳琪的直播间是打了八折 我们不但没打折 我们在美国 我不知道在中国卖多少钱 在美国这些卖249美元 250 我老婆整个一个250 卖249美元 还要再加50美元的运费 才能给运过来了 从东莞运过来的 从东莞到深圳 然后深圳再给我们运过来 付了50美元的运费运过来 反正就是好玩 凑个热闹 因为也不算贵 因为潮牌 潮牌还是便宜点 你大牌 你像LV一双胖丁差不多就1600 1700了 胖丁对吧 还是普通的 如果要是那种 就是带水晶那种都三千五千的 对吧 所以200多美元的一双鞋 要说真的还是性价比算是颇高 然后做的也不错 很用心 拿来之后穿了一下 你看鞋舌着了 它的舌头都是去边的 特别的松软 特别的舒服 然后后面这也都是去边的 知道吧 一点都不磨脚 然后后面这还做了这种海绵 也不磨 他们比如说 以前脚后边这还没做海绵 是有点磨脚 他这次给你做了海绵 非常的舒服 然后鞋底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网上说是什么软木森 说因为软木森 所以下雨别穿 容易一泡水 我觉得不可能 那是胡扯 你要上个厕所啥的 有水 对不对 但是反正鞋底 踩起来特别有 艾尔达斯 Ultra Boost的那种感觉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说 真的是很舒适 然后马上也比较准 我另外两双帆布鞋 都是42的 所以这个也买了42 然后马上是我穿的 就是说刚好 这没有问题 然后透气性的也挺好 你看旁边它也开了孔 给你做透气什么的 透气性的也不错 稍微有一点点沉 有人的包衍沉 但我觉得还好 不能算特别沉 它下面不是那种死硬死硬的底 而且它下面那个底 跟那些Oltra Boost 2加4的Oltra Boost 它有一种弹性 它有一种弹性 还帮你卸力 穿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我们看看 就穿上这个效果 但有一点要说 就是说在网上看的时候 它是非常白的 但是拿到手之后 感觉它不是一个纯白 它有点像一个米白 是不是 有点米白 并不是那种纯白的 但他可能觉得纯白太傻 还是怎么着 反正他觉得这个颜色 有点 反正这个销有点 但我们家这灯有点黄照的 如果是个白灯 可能还白一点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样我给你穿上之后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吧 好吧 那换上了 看着之后 反正跟 因为这个衣服太鲜艳了 是吧 它也凑合 如果没有这双鞋做对比 这个也还行 是不是 是可以穿 但是效果不是太理想 为什么 就是尚不太鲜艳 它这个鞋 这个颜色 有点做旧 我感觉 是不是 它适合那种破衣烂衫的 那种乞丐装 是不是 它不适合这么鲜艳的 反正你看着 就没有这双鞋的效果好 是不是 没有这双鞋的效果好 好不好 我看看 我换一个试试 换一个试试 好吧 换了一身 这个颜色 反正更接近 一点 更适合它一点 我觉得它适合旧一点的衣服 和旧一点的颜色 对不对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条裤子 就那条黄的 土黄色那条 挺适合它 还有我觉得 牛仔裤什么的 也都比较适合 但是天热了之后 能够把我那些厚的 冬天 秋天穿的衣服 我都拿了上去了 现在在下边的 在一楼的 都是夏天的 然后这种凉快一点的 我懒得晒 上楼拿了 就大概其得了 反正看看效果 这鞋 反正还行 还是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主打 就一个性价比 说一算200多美元 250加运费300块钱 你现在只要买大盘的 潮盘的 现在哪双鞋拿起来 不离1000美元 现在基本上 你都很少 能看到1000美元以下的鞋 对不对 你像它这个的话 这个真的 虽然性价比 虽然超高了 已经好吧 能够做出这种效果来 因为你便宜 奈克阿迪 他们可能没有这种效果 对吧 也想要这种效果 然后这种价位的话 也就这种潮盘了 大盘是不可能 大盘人想都别想了 对不对 大盘不可能是这价钱 对不对 好吧 一个懒货的费上去拿了 对 我懒了在上去拿了 就这意思 这个也行 它就是一个板鞋 配什么 就这种反正烂铺头 烂铺头的裤子 或者是我那条 就是大宽腿 那条带裤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它一点 但我摔在懒的上去拿了 我老公今天穿那条睡裤 跟它特别拿 对 但那睡裤太旧了 我就不给你看了 今天刚来的时候 因为刚睡醒 穿这个睡裤下来了 然后试一下 然后感觉跟那条睡裤 感觉不搭 对 睡裤 对 睡裤看 可以把睡裤穿进去 那是太旧了 那身 好吧 反正这意思 好不好 然后我还把购买链接 搁在下面 我给你哥也购买链接 这样省着你们好找 要不然有的人想买 不知道怎么找 好不好 我下面你给你 但是我哥的购买链接 是北美这边的购买链接 你要是 你看你在哪 你自己再找一下 但这上面反正就会有名字 有牌子什么的 方便你找一点 好不好 那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最后说一下它这鞋 它这鞋的名字 叫双标 double rise 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一个结构 你看从侧面上 你能看出来 它有两个标 好像有两个鞋标 在这边 鞋标还是这样的 然后它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是有一双鞋 然后把其中一双鞋 就是肢解了 肢解了之后套在另外一双鞋外边 你能看出来吗 它整个是这样子的 知道吧 就是一双鞋的外边套着一双鞋 然后把两双鞋的商鞋都贴在这 就好像这是两双鞋一样 就现在这么一个 就是甭肯干什么不都喜欢解构 就这意思 然后矿威好像跟什么王鹏辰又联名了一个 也是个潮牌 好像跟矿威一块联名的一个 也是那种解构的 然后我们这可能到5月7号的时候能买 我看看我这如果能买的话 我能够 我不知道它是限量的还是什么 如果不是限量的大家都能买的话 我也能买的话 我也买一双鞋给你看看 那个也是解构 那个也是把一双鞋拆解了 然后套在另一双鞋外边 但是整个的方向不太一样 好不好 这就是它这个鞋的名字叫double s 还不错 我觉得比它之前的版本的好 它之前有一个就base版的 就不是双标的 就只有只有一个标 但下面也是做那种结构的 然后后面没有做这种模角 然后反正就老版本的 这是它新版本的 做的真不错 我觉得做了很多的提高和改进 也听到了消费者的声音 就比较舒适 然后它的所有的鞋 正好都写了这么一句话 piece by piece piece by piece 就是英文里一个常见的一个词组 就是一点一点一滴的实现和平 就大意这么个意思 好吗 piece by piece 它反正就是 现在就是潮牌 也都讲世界和平 你知道吗 这选美小姐不都是吗 愿意世界和平 你为什么参加选美 为了世界和平 对不对 你要当了冠军的话 你要干什么 我要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 反正都是这样 piece by 就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别太当真了 都这么说着玩 好吧 别人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就是这意思 鞋底还挺有意思的 鞋底做成这样子的 他们都说它是个软木塞的鞋底 它普通的鞋底不是这样子的 它就是double rise的鞋底 还做了这种 就一种镂空设计 能看出来吗 它是那种削出来的图案 挺好看的 是吧 挺好看的 好吧 那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寄的还挺快 虽然50美元 那你记得真快 三天也不四天就到了 真的还挺快 坐飞机来了 好 坐飞机来了 好吧 坐飞机来了 坐飞机来了 坐飞机来了